最近呢,深圳赛克大厦因为起风的时候多次摇晃,已经上热搜了 然后小编今天来扒了一下这件事情的网友是说 它是因为赛克大厦没有安装风阻仪器 这个风阻仪器就是说是一个大楼抗风的神器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它的原理就是风阻仪器是高层建筑应对建筑物震动,吸收震波的一种装置 就是举个例子,在高层建筑物靠上面部位的楼层装一个大铁球 由于惯性的作用,在吹风的时候它可以产生跟风吹方向相反的力 可以抵消大楼因为风产生的震动 然后就提高高层建筑物跟上层的稳定性和舒适性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赛克大厦在5月18日的时候 因为清洗它楼顶上的水池就把里面的水放空了 然后正好风又来了 大家也觉得这种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这个水池很大的话 里面放了很多水 可能确实是有风阻仪器的这个作用 但是有的网友他比较理性地分析了这件事情 他们认为为什么赛克大厦建了这么多年 十几年了 为什么早不晃晚不晃 偏偏只有这一次晃了呢? 以前就没有感觉到吗? 也没有被报道出来吗? 所以说有的网友觉得这个风阻仪器的说法 还是不能够让人信服 有的网友就猜测深圳的人口这么多 然后高楼底下它有一些地质的活动 受到了人类的影响 有可能是因为人类的活动 对它深层的地质活动产生的扰动 然后就进一步引起了赛克的晃动 因为它这么高的大楼 它地基是打得很深的 所以说这个地窍的一些活动会很快的 会反映在这个赛克的大楼上面 小边呢是在武汉的上一个星期吧 武汉也有一个龙卷风的新闻 然后有两个工人困在了施光木墙的时候的那个吊栏里面 龙卷风来的时候它正好在里面 然后没有急需的下来 然后龙卷风就把这个吊栏吹得 就是在楼中间砸一下又弹回 砸一下又弹回 最后里面的两个工人是都已经离世了 我们武汉菜店区的一些地方也受到了龙卷风的影响 然后我们武汉菜店区像有的活动板房比较脆弱的 然后都已被弄倒了 还有一些树啊什么都有损坏 然后小边就想 最近这一年的话感觉这些自然灾害在中国发生的都比较多 现在的这个环境自然环境可能是因为人的活动 它都产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说首先我觉得应该提高这个城市的绿化面积 然后多种一些树 然后普通人的话在平时生活中就要注意保护环境 然后不要乱砍树 因为地球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信号